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鞋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这里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我们今晚讨论的问题就是 是一个我相信是和我们这个节目 这么多年以来都是很 怎么说呢 都是很特别 很相关的 因为香港出路 经常都说 就是我们要 要 要懂得怎么去解决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香港的一般的看到的文化 在传媒尤其是看到的一般人都会批评 很容易批评 很懂得批评 但是要 要说回他对那个问题 是有什么更加好的解决方法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都做不到的 那我经常都觉得 我过去也有 都经常都提及 就是我们一般人是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或者我们教育的全盘失败 那便导致到我们 可以说 不懂得想 其实不懂得想 其实 可以有很大的 很大的因素 可能因为文化因素 你教育背景 可能你家庭的影响你 你自己的亲身经历 就是会影响我们 我们怎么想 好了 那我们今晚就很高兴 就请帝外嘉宾是 薛俊梁先生 薛俊梁先生 是Isaic 他自己本身是在香港大学物理学毕业的 但是他毕业了之后 他一直就是 在研究了在一些 系统思维方面 他就写了好几本书 在某个程度上 你也可以这么说 是一个 物理学一个 一个很有系统 可以说 你这么多种科学 是最具科学的思考的科目 和数学 也是可以说定夺在这方面 他自己 兴趣很多方面 除了写了几本 《系统思维》的书 《系统锻炼法》 《系统思维第二冊》 《系统思维第二冊》 《系统思维第三冊》 《环保心战等》 他也在 那里参与很多 戏剧本的写作 但我们今晚 就会讲讲 系统思维这个问题 那 Isa就会在我们的环保方面 遇到一个问题 来讨论一下 就是 问题是哪里呢 为什么我们想不通呢 为什么会想不通呢 好 你好 Isa 为我们香港人 开解一下这方面的困境 那 刚才你提到 这个物理是一个 很有系统的学问 就没错是 然后你又想问我 那为什么 你当然以为 系统思维就当然很有系统 我们怎样教人很有系统 那么想法呢 其实不是的 因为 你平日 那些人说 你想法很有系统 那个是叫 Systematic Systematic 即是 系统化思考 是 那我现在 写的书 是 Systems 系统思维 系统思维是说 你已经有一个系统在那里 你怎样去想一下 这个系统 是会怎样运作的呢 这个就是系统思维 系统化思考 就是目前最盛行的 这个教育就是说 我将些东西分开 分开一个部门 然后你每个人 就学一个部门 学了你做 那然后呢 那个 设计的人 就会以为 这个 这样的分析 就是永远都对的了 你以后呢 照做得了 那这个呢 就是现行的 就是主流的教育 来的 其实我主流教育 可以说是 专业的 分科专业教育 是的 就是我们的 可能会 为什么会演变成这样呢 就是不知以前 文艺 復兴时代 我们叫做 renaissance man 其实很多人 在很多方面都很精通 但是到我们的 知识的领域 发展到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复杂的时候 我们慢慢出现了 这些所谓 分科的专业出现了 是的 那 变成了 我们一般的 我们目前的 专业文化 就会有一种 看法 就是很多的问题 是 专家才有 足够的资历 有足够的经验 有足够的 专业的训练 是令到它解决到的 而很多的问题 你不是这方面的专长 其实是 你是 你是 没有能力帮得到的 相外有 就是医生 很多什么事都是 你没有自己搞 看医生 有法律的顾问 那 变成我们 令到我们的 我们的学术 我们的知识领域 其实就是 分类化 也可以说 切到一够够 是的 这个也是 可能导致到 我们 很多时候 我们想法不能全面 是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当这个 世界全球化了之后 所有东西都互相影响了 就是 到处都失满了人 然后 那些人 就很自由地 他们想做什么 就做什么 然后 通讯又快捷 那 就是说 一样东西 很快就会 影响了其他人 快到 你根本 想不到 这个属于什么 他已经转了 那样东西 嗯 那就是 譬如说 上年 不是有这个 三罪清安毒奶事件 是 那你想想 一开始 如果政府见到这个问题 那他属于哪一犯 那当然是食物 或者是卫生 那些 嗯 谁知道呢 隔了几天 那个 牛奶的股票 倒了 嗯 然后很多人就损失 惨重 立刻变成经济问题 那然后呢 这个 代言这些 这样的 著名牛奶的 明星 被人骂 说 你骗我们 是 又说很好 是 那这个变成全会的问题 那然后呢 这个 牛奶 有毒 那些人知道了之后 深圳那些 有了BB的妈妈 走来香港 抢奶粉 嗯 那又变成 这个香港的民心问题 嗯 你见不见 这些问题 跳来跳去 还转得很快 那如果你分开科 之后 你怎样去想 想不到 是 所以现在不是有些 叫跨部门小组 哈哈哈 政府有个部门 叫跨部门小组 什么事呢 就是 集齐了他们来解决问题 是啊 他们就是 很多部门的人 坐在一间房子里 是 不代表解决到问题 就是他尝试解决问题 但是行不行就不知道 在我们那个 就是香港出路 其实我们都有 有个所谓 看问题解决的四部曲 就是我们永远都说 就是我们的解决 其实 很多时候的问题 搞得很复杂 其实是因为我们 不了解问题的 真正的重心在哪里 所以我们往往在 问题的边缘 在周边 搞的 也很常看着 问题的现象 不了解这个现象 不是反映问题的根源 所以我们一直都很强调 我们要解决问题 有四部曲 第一 我要把问题 很清晰 来到定 定的位置 我叫Define 定的问题 如果能够 两三句 Define 通常你都会准确的 第二 如果当你了解到 定到问题之后 你就会开始下一步 想了 到底这个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呢 当然 当你知道问题出现之后 解决方法 其实都是可以说 下一步可以看得到的 但最后 要解决问题 不是只是在理论上 说了就算了 还要有行动 这是我们香港出路 这么多年来 都是希望帮助香港人 在这方面 大家去探讨 什么问题都好 我们在医疗方面 教育方面 之外之外 在我自己上演的 立法会竞选的政纲 其实我都企图 用这个思路 将香港很多问题 用一个很清晰的方法 定了过来 好了 我们今天是 利用环保 环保这个问题 来讨论一下 在环保方面 我们的思维方面 其实出现了 一个什么主要的大问题 使我们的环保问题 好像搞不通 在这个系统思维的眼中 问题是 没办法弄得清楚 因为它是会变的 因为它问题本身会变 是的 随着日子 而不断地变 那么 我们的 系统思维的主旨 就是说 尝试去模拟 这件事 会怎样发展 即是有得模拟 你就有得准备 嗯 还要在它未发生 模拟定 发生了 已经改不及了 那 这个模拟当然 就有很多 很多的 零碎的理论 那你就当然要 知道你才懂得模拟 还有 你要在这个 社会的 各个不同身份的人 你要了解它 要不然不能模拟 其实这个想法 就是由我写剧本来的 嗯 死剧本呢 就是说 首先定了角色 你要了解一个角色 跟着呢 那些角色 站在一起 就又会发生事了 那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你知道它会想做什么 就是有一个人做了一件事 跟着其他人呢 是会对这件事做反应 每个人的反应都是不同的 是的 所以呢 这件事是会变的 那系统思维就是 就是 就是 去捉住这个原理去想 就是如果一件事发生了 不同身份的人呢 都会对这件事有反应 就是特别是现在消息那么灵通 每个人 有他自己的利益 的想法 的价值 那所以呢 你是可以猜到他们会想怎么 但问题就是 当他们行动了之后 那个形势是会改变了 所以呢 就 一般的 我们说 就是 用很逻辑的方式去想这件事 是没有办法想到这些答案 那问题就是这样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是你的系统思维呢 就是不是一个很全面呢 是 是最终都帮我们解决到这个问题 那就是如果你说这个问题 会 因不同人的背景参与呢 是令到这个问题呢 但问题的本质不会变的 只不过我们的 因为我们的 每个人的 可以这样简单点说 是自私自利的心态 会由自己的眼光 自己的利益 去看一件事 但最终最终 那个本质的问题 应该可以清楚定出来 就是不会说 因为有不同人的参与 而将这个问题的本质改了 只不过不同角度去看 但是形势是会改变了 但是这个形势 是不是会令到你解决方面 是越来越难解决的呢 因为你不是再集中 那个问题或者是越兜越远的呢 是的 对 你可能是想着要解决问题A 然后做很多事 就是要准备那些东西 到你推出政策的时候 问题A已经变成问题B 可能是这样的 对了 它是环导方面 环导方面 如果我们是这样去想 这些问题 可以这样说 是会没有真正解决的时刻 如果这样看下去 不是 我们是用了系统思维 你想的 就是你的估计会比较接近现实 你的行动会比较可以追得上事情的发展 当然没有人是可以估计到任何事情的 但是总比以前的 这个用对不对的方法去想 就是这样 比如在环导方面 我们会怎么定这个问题 就是一定有问题 有没有例子 有没有例子可以举 比如我们可以这样说 我们那个 交袋 交袋 交袋税现在收 每个人要收五毛钱 收五毛钱 对不起 收五毛钱 收五毛钱 但是我们知道 根本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是的 为什么呢 因为问题不在交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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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过去的想法不是 我认为 如果你真的想通问题 其实很简单 当你觉得很复杂 你根本都不知道问题的重心在哪 就是图圈子 每个人由自己的角度 图自己的眼光去看事 但是最终最终 问题是出现了 它不是一个没有问题 是有件事出现了 所以我们可以集中 可以了解到问题的重心在哪 就不要让其他人 因为他们自己自私自利的心态 自己有色的眼镜 以及自己不同的背景的利益 将问题越搞越复杂 我们香港出现 经常强调 其实真理是很简单的 最终是很简单的 那你觉得 在你心目中交袋税的问题 本质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用一个方法 做一些可以收物化解的物质 那问题是解决的 对 科技可以解决问题 嗯 因为最大的问题 我们现在不要去交袋 不積布袋 这些东西 根本是不可以自己的生物化解 要用很多年 要成一百万年才可以自己发解 但是我们现在有这样的科技 譬如子 是自动可以用生物科技发解 不过现在子有一个最不好的问题 就是 它不可以 遇到水就会融的 会变质的 其实 我们现在有的 纳米科技 是可以令到子 遇到水就不会融的 纸其实可以代替了所有交袋 也都有这样的科技 不过是我们不用这件事 那是因为有成本的问题 成本利 成本利 可以因为 成本利 可以因为 生产量大而 而减低 它 还有科技 还有 你做头一百万个袋 和做之后一千万个袋 那两个成本利 完全不可以是不同的 因为有一个叫做 学习 学习曲 才可以帮助我们 在生产过程中 更有效地生产 我觉得 如果 你现在所说的系统思维学 如果你说 这个中心的思想都认为 这个问题 会是一个很dynamic的问题 整天这样变 那我觉得 根本是没有可能解决任何问题 如果你是这样看 似乎是谁参与 不是 我认为这件事很大 而是 这件事很dynamic 我只是想到 即是 比较能够 猜到 它会 朝着哪个发展 那就是 譬如说 不派胶袋 买的东西 本身 已经是一个胶袋 即是生产商 已经整了一个胶袋 给你背 这样 就令到那些人 不用去超市场拿胶袋 这个就已经是 令到问题变了质 你见不见到 是的 所有的问题 就不是 要解决我们的环保问题 那个重心 就不是看你如何应付交代 如何去循环 那个交代 那不是问题的核心 所有问题 我觉得最终最终 如果你真的了解得到 你真的有这样的思考 能够将问题 将它明朗化 其实问题应该越来越清晰 但不应该越来越复杂 这是我们香港出路一向很强调的 什么问题都好 如果你讨论下去 我会发现 我们最终最终 可以找到问题的核心 找到问题的核心 你知道问题为什么会出现 然后 就可以有各方法去解决 那最终最终 当然 就要数之于行动 哦 但是你这个想法 就好像说 咦 有个政府的事情 可以控制到这件事 令到这件事 可以 我做了些什么 解决方法之后 搞定 但事实不是 当然不是政府 有很多 他们会对这件事 自己去做其他事情 是的 这是个因素 就是个原因在那里 为什么整个人糾纏 糾纏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立场 自己的利益方面去看 但是我们要解决 这个问题 就不能被每个人的自己的利益方面去看 你怎么可以防止那些人 不去做反应呢 当然你不能防止那些人去做他自己的认识那方面 每个人都是局限于他的背景 就是他的生长过去的经验 他的家庭背景 他学校所学的背景 还有他的周租人 还有他的身份 没错 这是我们了解的 这是一个问题的现象 为什么这么复杂呢 就是因为这些不同背景的人 有不同的诉求 不同的思考方法 所以搞到问题不清晰 但是如果我们是让 因为问题 因为有不同的人参与 不同的角度去看东西 而我们已经定不到问题 那系统思维没有什么作用 系统思维 什么系统都好 我们都希望找到一个答案 找到一个答案 是将我们人类的问题解决了 如果你说你想到一个系统思维 其实最终都是解决不到的 那这个不是一个 就是不是一个 值得去争取的东西 如果是这样 我觉得你是要找一样 解决问题才值得去做 要不然你只能够 再进一步去解释现象 而亦都没有帮助解决得到 那这个都不是一个 值得去做的东西 但是我又想说 如果这个世界的本质 就是互相影响 那怎样才为之清晰 先 还有这个事件是有时间性 就是时间一路流转的话 事情一路变 你怎样 哪一个point是清晰 就是你可能 你讨论的人就是很清晰 接着你做的人 已经第二样东西了 那其实就是说 如果你能够估计到事件如何发展的话 是更加贴合这个现实 就是你不能将一件事看成是某一天 即是发生了就不会变成这样 而是他根本不路不断地变成 不断地有不同的人在对事情做反应 这是一个现象 即是有人有时间有空间 有人有这个现象 那这个现象是必然出现的 是的 那这个现象存在 和你解决问题思考的能力 即是我们的思考就是要能够克服这些这样的现象 这些问题的现象 那我们的思路才有意思 如果我们想想 我接受一个现象 你解释一个现象 那有什么新的突破呢 没有突破的 即是你只不过说 那这些是个事实来的 即是时间是不断地进行 如果你不看清楚的事实 那你就更加没有可能解释 即是你想着 有一个解决办法 但这个办法不是现实 那又怎样呢 即是你那个 当你清晰那样 清晰那样东西不是现实来的 即是你那个定义都已经有问题 即是不准确 定义是不准确 即是我认为 譬如你有一个问题 那如果你能够 首先要搞出一个问题 是讲什么问题先 那你搞清楚的问题是什么时候 先是我们想到一个起因 即是每样东西都有因果 即是最基本的逻辑 有因果 是吧 那我们看到 即是我们最终最终 整个人 人类的思路都是 即是人类比一般的其他的 所谓其他动物不同 就是因为我们有思考能力 那我们希望因为 我们人类有这个思考能力 可以比其他的动物 是活得更加好 希望是这样 是吧 那就是 好了 现在系统思维里面 有些什么呢 比具体一点的 那我们刚才提出 那个交代濫用的问题 即是交代是反映 即是我们 即是交代濫用 是造成环保的污染 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主要的现象 那我们简单来说 那现在能够构思到 去解决这个交代问题 那些人 用这些策略 都不要濫用 而已 但始终 这个只不过是一个 环保问题的里面 一个很细节 是啊 这个不是一个重心 是啊 那你系统思维里面 那你有没有能够有一个好系统 来帮我们一路追追 陈根 陈根 问题 问到最后的根源 知道问题 那个真正的问题 在说什么 即是现在很明显 环保问题 不是交代问题 这么简单 起码我先知道这个 好了 那我们要进一步 那环保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 那我最后才能够 最终最终最终 我们希望是解决到它 不是说接受了这个现象 不断地变 这个现象都有因有果 就是为何我们会 为何我们学术会变成 会分化得这么厉害呢 因为我们认为 我们那个 学术上 可能资讯太多 资料太多 一般人 在一般短的时间之后 没有办法完全 可以掌握得到 那也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因为专业人士 要制造垄断的现象 制造特权 会将很多的学术 是将它用一些所谓 所谓叫做 术语来到 将它来到 自己自己具有化 那背后有一些 不良的动机 导致我们的学问 是现在变成 就是compartmentalize 如果我们讨论 系统思维里面 我最终希望 能够有一个突破 突破就是说 是帮助我们 能够 容易这个思维 解决问题 OK 我们可能 休息 休息几分钟之后 我们会继续 继续 陆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 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站3w.healthshop.com.hk 好了 我们很快回来 继续讨论 这个我认为非常重要的课题 就是我们怎么想 我们怎么有一个想法 有些更加好的方法 更加有系统的方法去想法 因为始终我觉得地球上的问题 都是我们不懂得想法 简单来说 我们不懂得想法 令到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好了 那么 INSEC的《环保心战》那本书 你也提及了 原来环保的议题 在社会上是有无限的牵连 其实你曾经也说过 一样会带别的 一个交道的东西 可能见到是民生的东西 文化的东西 政策的东西 很多很多会一直牵连着的 因为局势会不停的改变 那即是说 现在成行的思考模式 是根本没有办法应付环保的问题的 为什么呢 因为太少人懂得 看通不同身份的人的行动的隐忧 即是每个人的行动 背后的隐忧 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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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 OK 那结果呢 所谓的可行的方法 其实没有办法落实 那如果是 如果是 听回这一段 你介绍一本书的说法 那你是说出一个问题 是不是 为什么问题解决不了 那好了 那我们系统思维里面 首先 或者你可不可以 具体一点 简单一点解释一下 什么叫系统思维 字眼上就是有系统的东西 系统思维就是去想系统 系统就是说 有很多不同的body 它是互相影响 我们怎样去理解 这个互相影响的系统 这个就是系统思维 那这个是不是一个 是不是一个 用一个数学的模式 来都可以 就是系统化它 还是一个 不是数学的 是 其实 这些模式都是断股的 因为 因为其实 就是 系统思维里面 有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这个所谓的反馈 就是有正反馈和负反馈 就是positive feedback 和negative feedback 是 如果一件事 形成了一个positive feedback loop 的话 它是越搞越大 嗯 如果negative feedback loop 的话 它就会自动的 会停止 是 ok 那就是说 如果你去 去 做一个新计划 你是顺着别人的 有因去做的话 这件事 就会越来越多人参与 因为他们觉得 他们这样做 是对他们自己有益 是 所以这件事很容易 就会越搞越大 就是会很快地 成为一个主流 嗯 但是呢 如果你想那样东西 是 即是 即是 符合不到别人的动机的话 就不会移动的 是的 是的 很明明 如果你 推出来是 跟别人相反的话 它呢 就会反抗你 所以呢 就会 掩饰这件事 是 所以呢 当你推出的计划的时候 你就要顽固一下这个社会 看看 究竟 哪个人 对于你的计划 是有动机去做的 就向那里入手 那这个呢 就是所谓 这是一个估计的方法 嗯 那 那 例如说 我们 环保 籌钱 有些什么 有些什么人 是有动机 给钱这件事呢 那 那 譬如说 政府那样 它其实是 不知道想怎样 即是香港政府来说 但是中国政府呢 它是很有动机 想给钱 搞定这件事 因为它知道 如果 自然环境破坏了 经济会倒 经济会倒 政治都会倒 所以呢 中国政府有动机 给钱 嗯 那我们 想做事的话 就不妨 问中国政府拿钱 嗯 那另一个 另一个 没什么人留意的呢 就是 保险公司是有动机去给钱 就是捐钱出来 搞环保 当然 现在你要 就是你要说服它都很难啊 但是理论上呢 它是有动机去给钱 因为 环境越差呢 就越多人 因为环境死 跟着去赔偿越多 它为了 保持自己的盈利呢 它应该是捐钱出来 赞助那些人去搞环保 那为什么不捐呢 就是说 我也不知道捐给谁 你说你做的事有帮助 我怎么知道 你又没有骗我 就是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所以呢 就 就是 一来又 一来他想都没有想过啊 就算我们有人提出 他都未必相信你 但是理论就在这里 就是这个系统思维 想feedback就是这样想的 就是 你刚才 企图的 所谓定的 所谓 positive feedback 和negative feedback 但问题就是 很明显的 在运用方面 如果你想 某样东西去停止 那你用negative feedback 这个策略 如果你想推动一样东西 那你用positive feedback 这个策略 是的 那其实 这个社会上 其实 多方面的人 都是在进行这件事 那结果就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是吧 所以变成 只要用positive feedback 和negative feedback 在已经现行的手法 已经在做的事 其实也不是一个 解决到现时的问题 其实这个现象是出现的 好了 但是有问题就是 很多推出政策的人 连这些事情 都不会想 我觉得那个现象是这样 那好像你说 那个保险公司 就是 起码医疗保险 是不是 其实某程度上 你说 如果他们 帮助环保 在对长远来说 对他们有利 是不是 那 当然 他们看不到 很明显他没有做 他因为他看不到 是吧 或者他做的目的 是做一些所谓 PR的好形象 是 就是做一些 好像麦当劳那样 那样 他们也都说 自己是环保的 那虽然他背后 整个产业 都是大量破坏的环保 所以 那他一个是一个 一位公司的形象 而做的 那就是很多不同的动机 就是大家都知道 那 那 为什么 现在这些保险公司 就是 会 会 会 只是保西医 那种医疗呢 就是很明显西医的医疗 是医不到病的 对他们来说 是绝对 令他们足以令他们破产的 最 最 最 就是他们的服务 但是 为什么他们不去做呢 那 一般是有原因的 当然有原因的 是吧 那我要了解到原因之后 我才可以破到它 是 好了 那就是 一般的思路 一般的解决问题 都是这样 就是因果 因果那方面 其实很紧要的 但当然因果 有远因近因 是吧 有近果 有远果 那很多时候 我们都是 所谓短线 政府整个制度 都应该会短线 美国都是 因为你的任期很短 所以 你也看到 因为我们这样的制度之下 变成我们很多的政策 都是短线 因为对他们来说 我四年一任而已 总之我现在很好看 其实很多大财团 都看到现象 CEO 就要把那盘数 整得干净一点 他就做很多很多的策略来说 是令他的盘数 在他在任 就很好的 跟着他拿了很多 bonus 但跟着他走完之后 下一任 就热尖堆了 有一段时间 这些这样的资料 这些这样的现象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看到 好了 这个就是一个 就是 各方各派 用不同的策略 去处理问题 那这个是一个 没有系统的 没有系统 所以 我现在就有兴趣 去听听了 是否一个是 比较有系统 一些的呢 是可以克服我 我曾经所说的那些 问题的现象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呢 就是 你要看穿 现在已经有的东西 你才有得想 是的 还有就是 很多人都懂得看穿 是的 是的 所以教育呢 你可能觉得 你平时想很多东西 看穿了很多东西 但是 现在 大部分人 是不会想这些东西 因为他都不会去想 不想去想 我们教育令到他们 不用想 整个教育 在美国 已经有很多资料 看不见 整个教育制度 是令到那些人蠢的 那些人蠢的 你看到网上很多的资料 以前 在美国的 在教育政策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高原 他都已经透露出来 根本整个教育制度 是蠢蠢的 令到那些人越来越蠢 那些蠢的人容易控制 但是 幸好 我们现在有 我们的科技方面 资讯方面 是完全可以跨越他们 所以我们的网上电台节目 所以我们的网上电台节目 在外国的资料 是可以跨越我们的 即不用被我们的大传媒来控制 大传媒本身是大财团控制 所以我们拿不到真知却见 要靠我们的电台节目 才可以把真正的信息 我们希望可以从这些渠道 令到我们香港人的质素提升 从而可以香港有条出路 所以整个香港的出路就是这样 就是 你想得通这个因果 那其实系统思维 差不多都是那些东西 但是如果大部分人 想不通因果的话 他就会被那些因果搬住 没错 所以就是 如果有能力 去很广泛的 去推广这种想法方式 那些因果 就是那些人懂得想因果 你才可以利用因果去做某些东西 和停止某些东西 如果你不懂想的话 你是会被人压 即大部分人会被人压 这样 那你写了三本书 都是讲这个系统思维 那就是你里面 你希望那些人懂得想法 所以你出了这几本书 是吧 那我们如果能够把这本书 推更多一些 给更多人 有机会绝得到 那就是一个 可以改变社会的一种方法 是的 是吧 其实这些 我写的已经不太深了 但是呢 因为现在这个教育的环境 大学生都不会随随便便 拿来看的 我以为A-level都会看的 但事实不是这样 原因呢 原因呢 就是 退步 原因很简单 因为这些资料不用考试 就是这么简单 为什么我们的人的思考 被教育官僚制度控制呢 就是因为整个考试制度 局限了我们的思路 是局限了他要考试的范围 这是很明显香港的现象 是的 你不用考 你叫教授说 我这个要考的系统思考要考 他立刻静心听你说 直心拿本书去看 就是这样 好了 如果我们知道整个制度 那便很用这个制度 来控制我们的人的思路 是的 全世界 其实美国已经很多人揭露了 整个教育制度 是怎样令到我们呢 是将我们的思维 是控制 来到给我们想的 是要他要我们想的那些东西 这个整个教育制度 做出来的结果 但问题是这样 因为这个教育制度之下 那些人呢 训练我们想的东西 训练我们的观点 是他们要我们的观点 那结果我们的地球 是越来越多问题 就是我最终 如果他训练的东西是很正的 那没有问题 但现在不正 所以我才想办法 如何去改变 改变 我现在就是想办法 令到这些东西会考 是的 那就是现在有通识教育 那你自己在大学里面 都是参与在通识教育那里 是不是大学里面 不是 我这些很少东西 就是大学通识 就已经是nonunit 然后nonunit里面 我是其中一个program 所以我暂时 只可以说 教育就是 把证明给人看 我教过大学生 那nonunit 意思是没有学分的意思 是的 那他们训对没有好处 至少也不可以学分 是不是这样意思 现在 港大和浸大的通识 就是一定要讻 十分钟 才是毕业的 但虽然那些是不贵unit 但你都要去fulfill 你都要读买那些钟 否则都会影响他毕业的程度 但我真的很多个人搞的其中一个 就是很多节目其中一个节目 影响不了多少东西 其实很多新的思维都要一段时间 所有新的发明物都是这样 初初都不会被人接受 拖拖被人嘲笑一轮 攻击一轮 最后才妥协他接受 这是必经之路 你曾经任过中学教师 现在又在大学里面 在教育学院 起码是一个客座的讲师 以你的经验 香港现在的教育情况是怎样 香港现在推行通识教育是一个契机 因为全世界都没有人说 通识是一个科 而是这个科 没有特定范围 喝你毒 但是问题就是 你成功的话 香港就会有很大的改变 那些学生看东西的眼光会很不同 因为这些科是没有办法背 你一定要懂得想 你才可以合格 你提起来说的一样东西 我都不知道 我找个懂得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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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到一套东西 我背了它 然后再告诉你 这样就可以了 你提起来说 现在的通识教育 是没有范围的 任你自己去去去去去 有一个很大的范围 你没有办法读得完 这个是我一向推 认为教育应该要有这样的过程 才有机会 随着每年要读不同的东西 等于说 现代中国的话 每年中国都不同 所以你想着 今年避免下年再教 已经没法教了 因为你自己也在中学教过书 那现在的中学的 所谓的通识教育 教材 具体一点 他们是怎样做的呢 未开学的 将来呢 他想着什么呢 各司各法 有出版社出教科书 但是 老师不一定会采用 老师他可以自己准备一搭乳士 这样去教 但是呢 问题就是 很多老师 差不多九成的老师 以前还没教过通识 他们可能会以为 我有搭乳士 搞定 但是呢 那个 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 你一定要懂得去思考 你才可以考得好 那些老师是没有这些训练的 那就是说呢 如果在一个 那么自由开放的 环境之下呢 那位老师当然是一个很决定性的 就是 那位老师聪明不聪明 聪明不聪明 个别老师还是个别学校呢 还是个别学校的系主任要定呢 他有六个范畴 六个范畴 比如哪个 有这个 个人成长 香港研究 现代中国 能源科技环境 公共卫生 和全球化 这样啊 是啊 但是每个范畴 还有两板子 解释 是做什么的 就是有Cyrebus 哦 就是有 但是呢 他出题目的时候 他是可以跨范畴出的 因为事件 是不到你定 他是属于哪个范畴 那就是 比如中国 中国发生的事 他可以是中国 的公共卫生 中国的能源问题 中国的香港问题 什么都可以 所以你理论上 是没有得贴题目 那就是呢 他有个 有个大纲指引 如果你说 你说 完全没有 没有 就是没有 或者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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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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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世界的知识 是 有时候 那个老师 也不知所从 是的 好了 现在我给了一个 六个大范畴 基本上 希望这六个范畴 里面 你都能接触到 这才是通识 要不然你专一样东西 那便不叫通识 是吧 我理解就是 这六个范畴里面 学生都有机会 是要认识到的 但因为 没有一个 很具体的 要必要认识的 Syllabes 所以 考试的时候 可以这样说 就是听天由命 就是这样 所以 希望 大家会有一个 但是 有很多是一个 例如 你说 中国 遇到什么问题 或者 中国的环保问题 或者 中国的医疗问题 其实都有些 有些 资料性的东西 不是只是 贫空来想 是吧 好了 变得在某个程度上 如果香港 那么着重考试 的 学習环境 可以这样说 通识教育 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因为他不知所从 是啊 学都不够 这样 那可能 最后最后 都是 不是给他一个 自由开放 轻松的环境之后 学习的了 又给了一个压力 是一个无理压力 比以前更大 因为 以前 起码有个Syllabes 懂得玩 学术游戏的人 很快掌握了 他就会玩 赢你了 但现在这个 就算懂得玩 都不知道怎么玩 可能会更大压力 哦 因为看不通 其实 最重要是 懂得 思考训练 你有思考训练的话 你不需要懂很多东西 你都可以考得 就是 有个理想分数 现在已经 没有办法拿A 因为 因为 考官是 主观的 嗯 所以你是不知道 怎样才拿A 但是 你想拿个理想分数的话 你一定要懂得想东西 就是 思考 就是 教思考 你想背 是 不可能 考得好 甚至你想合格 都难 那这个当然是 教育的最高的理想 如果他真的 不断向这个方向 香港 只要 只要他保持着 这个 文法 就可以了 即是他不让步 就可以了 那这个是 在通识教育 六个大范围之内 就是这样做呢 或是所有香港所有其他科目 都将来会这样做呢 不是 通识 只是通识 但是 通识是跟中英数 那个地位一样 是的 一定 所以 那么重要的科目 你都不能放弃到 OK 那将来呢 譬如将来那个 新高中 在那个行政方面 会怎样呢 例如我可以考 我考几科 即现在可以考九科 现在将来 将来会怎样呢 将来是中英数通识 跟着 就再答两 或者三科 就是 最多可以考七科 最多可以七科 但有很多人 应该考六科 那现在过去的要求 是否起码要 五科要合格才行 现在还是这样 现在不是 现在不是 看看将来的大学 怎样说 没什么所谓 总之 如果到时大部份人 都是考得很高分 就很高分 不然 如果不是的话 现在的新的教育 就会这样去 好了 那 起码表面 这样看 不是 不是 强调死记 不会压杀你的求知欲好奇 那这是一个好的方向 是吧 始终香港来说 是一个新的曙光 是吧 是的 你自己在这方面 也工作了一段时间 你觉得是一个好方向 做到就是 所以现在我就想想办法 令到他可以做到 你所做到的意思的话 是否将那个思考系统那方面 都成为他们有机会学到的东西呢 就是他首先就是 教人思考这个概念 就是得好少人明白 我希望更加多人明白 那 甚至六个范围里面 有一个是说自我 自我成长 自我成长 会不会在那方面呢 不是的 其实各个范围都一样 可以 这个系统思维 其实可以说 在我们教育里面 是适合在多方面的 那也都听你曾经所说 有几个概念 起码 因果方面 大家是一个很重要的思考的技术 以及 了解到不同的人背景的行动 隐忧 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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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itive feedback loop 以及 negative feedback loop 也是帮助我们 在这方面 在思考方面 是一些很有用的 应该要掌握到的技术 是否可以这样说 是的 就是在系统思维的策略 就是这样 还有系统思维是 就是倾向建设性 就是现在 当大家不知道 什么叫思考方法的时候 第一样提出来的思考方法 是批判思考 因为是最容易学 哦 OK 你可以看到 历代的 那些 past paper 很少建设性的思考 很少说 你一定要用建设性的思考 才能够答到的 但是批判思考 是越来越多的 因为他们首先 发展出来 就是批判思考 那张维 现在是不是还是这样呢 会 现在 现在就是 还是这样的 OK 好了 那希望呢 你 是的 我就是希望 系统思维可以更加 多人识 就会更多建设性 是的 Isaac有几本书 那他自己也有个网站 有个网站 那我们会把网站 擠上网那里 大家有机会可以上网去看一下 那他有几本书呢 是系统思维的有三系列的书 好 那是时间关系 多谢Isaac 跟我们今晚 是 讨论 享受一下 即是冲击一下我们 系统思维 方面的领域 OK 时间关系 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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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